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作为一名留学生志愿者 刘勤将要迎来与他对接的外国留学生梁静德 他们交换联系方式 相互交流中国文化 2016年9月 湖南关越大学迎来了一批留学生 他们在这里将开启全新的生活 梁静德来自尼泊尔 他所在的班级尼泊尔同学居多 还有一些同学来自乌兹皮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等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却在工大有了消息 今天是阿谢克的生日 也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生日 小小的蛋糕 承载着同学们的祝福 也见证着他们的友谊 梁静德刻苦学习中文 建议成为班级中汉语最好的学生 图书馆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他常和阿谢克一起去 阿谢克喜欢中华文化 报刊是梁静德进图书馆第一站 通过报刊 他可以快速了解中国现状 冬日读书后 寻上一本中文书 静坐暖言经麾想 享受阳光 享受书籍 在图书馆 他有一个布满植物的秘密基地 在桌子上泛满了盆栽 每一株植物都凝结着他对绿色的喜爱 绿色 宁静 植物 清晰 他说 想象 同样热爱学习中文的 还有来自俄罗斯的安娜 他是梁静德的林班同学 安娜今年27岁 在俄罗斯已是一名高清旅士 但怀揣对中文的热爱 毅然辞去工作 来到中国 与梁静德的班级不同 安娜的班级人数更多 大多来自俄罗斯 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等 他们的语系和中文语系差别很大 学习中文需要更加课 安娜凭借兴趣 加上努力 成为了单知无愧的绝法 和安娜的同学何帅 在学习之余 找到了自己的华国爱情 青春的荷尔蒙 在中国发明 女孩来自哈萨克斯坦 中文名字叫金发 他们的故事 要从一次扑克牌讲起 牌局上 朋友间的玩笑让和帅注意到这个美丽的女孩 后来 趁着一起去公园散步 和帅表露了心迹 勇敢的一门让心耀的姑娘金发成为了自己的女友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来自不同的班级 但是 彼此相遇 所有的故事都成了机缘桥 金发说 我们在一起只用了一天 可是 爱情从来不功夫时间 地 只是因为 你是你 我 是我 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同 和帅一直吃不惯猪猪的饭菜 和金发 擅长做地道的家乡菜 和心爱的人 一起去买菜 做饭 空气中 都是甜蜜的气息 我 我 从来自然的家乡 来自然的家乡 我 来自然的家乡 我们在家乡 在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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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自远方来 刘晴 和梁静德的相遇 梁静德 以及安娜的奋斗故事 和帅和金法的跨国恋情 他们在中国的故事才刚刚开始